歡迎來到我們秀康台 我們這部影片要教大家如何快速的賺錢 沒有錯 因為很多人都會面臨個問題 就是說他的素材都有了 辛辛苦苦都打到了 但是卻沒有錢製作裝備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是要來幫這些玩家 怎麼樣快速輕鬆的 賺大錢 讓你可以更快的打造裝備 迎戰更加快的 好啦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開始吧 俗話說 所以在我們進行賺錢的流程之前 我們當然也是需要做一些準備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裝備該如何準備 裝備的部分請大家看這邊 分別是皮製S頭4 神火裝上衣 皮製S手套 神火裝腰卷還有皮製長褲 這幾個裝備剛好是上位裝裡面最初階的裝備 那我們穿這些裝備的用意就是要有右邊的兩個技能 分別是地質學以及翔蟲能手 那為什麼要地質學呢 因為地質學他到LV3的時候 他礦石採決點的取得數會額外加1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加1 等一下大家知道為什麼了 那另外一個是翔蟲能手 翔蟲能手的話 就是到LV3的話 可以額外提升在地面時的回復速度 而且他LV1的時候 他野生翔蟲的可使用時間變為1.3倍 那因為我們等一下在採的過程中 會需要用到翔蟲大量的使用 所以這個技能也是需要的 那如果說你真的沒辦法湊出這個裝備 請記得地質學LV3是一定需要的 地質學是必要的 那翔蟲能手不一定 翔蟲能手如果你這個流程夠熟悉的話 你也可以不用翔蟲能手 但是地質學這個技能是絕對必要的 絕對要帶的 然後第二個要做好的準備 應該說是一個技巧 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這個技巧 就是說當你在空中的時候 這時候你按下圈 你會發現你會停在半空中 停在半空中的時候 是可以再度射出翔蟲的 你可以這樣子自由的瞄準 好那我們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例如說我們現在往前 飛上空中 停在半空中 回頭 放這邊 是不是你看他就會回頭了 但這個技巧等一下也會用到 這個技巧很簡單 那大家知道就好了 那我們看看下一個準備是什麼吧 下一個準備呢在櫃台這邊 首先我們進去這裡面 然後呢進階探索之旅 這邊呢水墨林 一定要選水墨林 水墨林這邊的環境資訊 一定要有一個礦石增值 這四個字出現 沒有錯 一定要有礦石增值 會差非常多 如果沒有礦石增值要怎麼辦呢 來請大家到這邊喔 這邊 這個卡卡西 喔不是 尼泰教官啊 跟尼泰教官接這個鬥計場的任務 然後去給魔物打死 打死之後呢 這邊 這個任務呢 就會刷新喔 他的這個描述 他的環境資訊呢 可能會變 可能會變成其他的 那你就一直刷到有礦石增值 這四個字出現為止 沒有錯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在進行賺錢的流程之前 做的準備喔 做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進去開始探索吧 好的 那一開始呢 立刻先騎上狗 往前衝喔 往第一個礦麥的方向前進 第一個礦麥就在這邊喔 踩完之後呢 立刻回頭 前面呢 左邊有個小樹蟲 這個小樹蟲旁邊的懸崖直接跳上去 下一個礦麥呢 就在眼前 右邊這邊直接跳上去 下一個礦麥也在這邊 踩完之後呢 旁邊有個洞有沒有 直接跳下去 跳下去之後呢 往比較高的那一層 用這個翔蟲飛過去喔 礦麥就在這裡 踩完礦麥然後往下層走 下層呢也有一個礦麥 對 這個礦麥踩完之後呢 一樣回頭 往這個出口走 往這個洞穴的出口走 出口附近呢也有一個礦麥 這邊 牙壁上有一個礦麥的洞有沒有 哇這個洞很小 如果你對跳到這個洞裡面沒有自信的話呢 你可以先按A掉在半空中 然後再慢慢瞄準 這個礦麥踩完之後 注意立刻傳送到負營地 所以你這邊如果還沒有解鎖負營地的話呢 記得先解鎖 到了負營地之後呢 旁邊有個礦先踩 踩完之後呢 再騎上狗往下一個礦麥出發 然後我們再來的目標呢 是下一個建築物喔 這邊應該可以看到 右邊有個建築物有沒有 類似金字塔的建築物 我們下一個礦麥呢 就在建築物的頂端 這個角落礦麥直接踩 這邊有一個礦麥一樣隱藏在懸崖底下 這個地圖的礦麥很容易隱藏在懸崖底下 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的河流呢 不要走錯邊喔 大家仔細看左下角的地圖喔 河流千萬不要走錯邊 前面這邊呢 直接勇敢的給它跳上去就對了 這邊繼續往前走 我們的目標呢 是這個金字塔底部的一個大翔蟲喔 這邊金字塔底部有個大翔蟲 可以直接帶我們到金字塔的中間去 那也是我們的目標 這邊有大翔蟲 好 我們直接飛上去 到了它中間的這個房間喔 房間頂端呢 有天花板有一個洞 我們就是要從那個洞直接到更上層去喔 好 這邊兩個礦麥採一採 採一採之後呢 騎著狗出去 要往左邊走 注意喔 要往左邊走囉 下面這邊還有一個洞穴的入口 房間的入口啦 然後記得直接進來 裡面有一個礦麥 然後再來直接出去 用飛的下面呢也有一個礦麥 這個礦麥採完之後呢 注意旁邊還有一個礦麥再飛一次 OK 那這樣子你這個地圖的礦麥都採完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採完一輪之後呢 可能有些人問說 欸修康 那那個任務資訊那邊呢 礦石增值 環境資訊依然還在耶 那是不是要再採一輪呢 我是建議大家不要再採一輪 這個時候就直接完成任務 離開這個探索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你多採一輪之後呢 你會發現啊 你的任務資訊這邊 雖然依然有礦石增值 但是一旦你離開這個探索之後 你要再接這個探索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環境資訊裡面呢 那個礦石增值的條件不見了 沒有錯 那但是呢 如果你只有採一輪就出去的話呢 那通常啊 百分百這個礦石增值的環境資訊 依然還會在 你下次進來的時候還會在 沒有錯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喔 採完一輪就出去 然後再進來 這樣子呢才有百分之百 有礦石增值這個項目在 沒有錯 那我們這樣子一趟採到的礦石 拿出去賣錢呢 其實非常多喔 我個人大概估計了一下 平均大概會有二十到二十五萬左右 就是我們這樣一輪採的礦石 運氣好一點就很多嘛 可能到了 甚至有可能到二十五萬 那如果運氣差一點的話 那加上你的貓咪採集的礦石 大概就是二十萬左右 所以你想一想 我們熟悉這個流程之後呢 算上離開這個探索 又進來這個探索的那個 跑圖的時間啊 五分鐘二十萬 差不多 所以呢 這個方法非常的厲害 五分鐘二十萬嘛 哇賺爛了賺爛了 所以呢 如果你擔心錢不夠的話 照我們這個影片的方法 輕輕鬆鬆 你的做裝備的錢呢 馬上就有了 你就可以再去挑戰更強的魔物了 好啦 那我們這一部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都能夠順利的做出自己想要的裝備 順利的挑戰要擊敗的魔物 如果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沒有錯 三個動作一次滿足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各位 掰掰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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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看到 那個? 我們的影片 這個影片 請你 是不是